医生说已经不用每天吃药了 妈妈 你还知道回来呀 这小鸭子变的不是我的 你要管你能做妈妈 你要管你能做妈妈 妈妈 听不见 妈妈听不见了 我最近工作变好了 还存了一些钱 你出来以后 我们做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一口气负你的房子 看下来吧 看来看去 你想知道吗 其实挺简单的 几句话就能说完 那感觉就好像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趁没有尽头的黑暗的一致坠落下去 那时候 那个时候 所有的情绪都不见了 感觉不到什么叫活着 是我的错 所有的不幸都是活到这 每天我都告诉自己 必须要让他扛下去 必须要让他扛下去 一个人的黑暗 我已经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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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了 你给我拿跑了 别跑了 你有点什么 你有点什么 所有什么情况 不就是一个高下 你手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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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一脚也不再要见 你怎么那么难取悦 做什么都不är 什么意思啊 做了这么多 你永远都不开心 我开心很开心啊 他才趁我笑话 小 portrayed修理人呗 你那天嗯 这么快 被违惹的作念 冬孙� toca 随妍ró 过年的词绿 吹远鸣长的诗篇 你驾好的飞远 我清晰的叶片 却不同的时间 不知道怎么开头 有个事其实我犹豫了很久了 是你的名字定牢在我的手 不喝你胃口 不想吃的话 没必要抑郁症 对不起 我说我得了抑郁症的时候 其实还是难以启齿 我没法吃饭 没法下床 我看到床口就想挂出去 为什么别人都能扛过的坏情绪 我却输给了她 是我的错误 所有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每天我都告诉自己 必须咬牙扛下去 你可能没想到 你干什么啊 抑郁症就像个黑洞 它带走了我所有的情绪 如果是别的病 我可以拿出病理报告 上面看得见坏掉的细胞 我马上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关系 可偏偏是抑郁症 这么久一来 我的情绪就是单一等 但是我现在却能很清楚的感觉到 很痛苦的 很辛苦 和很绝望的希望 还有舍不得你的什么 我刚救了她 你不感谢我吗 她让我在无尽的黑暗中 感受到希望的光芒是那么温暖 你会失去方向 我原来很重要 小姐姐 有没有男朋友 阿勇 有一种悲伤 就是你 所以 哪怕我是最弱小的一个伤病 我也要一日就是在对抗一次 他就会变成的 你不要再给你 我一步的